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的那么饱 不如我们去散步吧 那我们去看电影 就像KTV了 他应该不会去吧 我们去吃冰淇淋 大熊啊 你待会儿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一看最新一期的小飞租出版了没有 那是徐峰用来骗小女生的东西 你怎么也喜欢 你傻你啊 这么骂人 傻什么 我喜欢小飞 太巧了 我也喜欢小飞租 我是小飞租的超级粉丝 对面就有一个那个书报亭 我们去买最新的一期小飞租看一看好不好 老板 休息十分钟OK 好 早去早回 早了 你快点 快点 快点 却当作无所谓 月夜的咖啡提起了 思念的情话 却是微微吞哨着 小飞侠终于死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飞天小猪侠存在了 凭什么呀 虚风的疯了吧 我找他去 再看看 那我至少也要问问他 为什么 来 你跑 过来帮忙 快 走了 好肥的鹅啊 来来来 拿走来 好 等一下 他一定不想死 他好可怜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他 那那不上鹅 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想到了 嗯 好香哦 有生菜臭豆腐 肯定可以吃两碗白饭 好了好了 你有胃口啊 说明你不定好了 难得你这么个姑娘 不怕几乎臭味啊 不怕 他呀 不是跟你儿子一样吗 臭味相逢 妈 我跟他不是一对 对啊 日日月月才是一对 日日月月 我刚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 嗯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吃吧吃吧吃吧 太不吓唐了 你怎么可以 干嘛呀你 什么那么臭啊 我爸妈来了 哎 不不吓唐 来来来来 一起吃饭吧 来吧 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儿呢 哼 叫我干嘛 这 干嘛呢 那么湿湿蜜蜜的 你为了去英国 你就什么都可以出卖是吗 你连自己的装作原则都可以出卖是吗 说什么你 你少装算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小芳有多伤心 你知不知道小芳伤心的话 我更伤心 行了行了 小芳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你这个凶手 你自己看 小猪虾每个星期打倒多少坏蛋 拯救多少好人 你居然让邪恶的变中一星 把他给打死了 哎 死的那么难看 你这样做你对得起粉丝吗 你对得起小芳吗 你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你自己的理想吗 这根本就不如我画的 怎么会这样呢 老师他明明答应过我 他不会给我的东西啊 你被出卖社出卖了 这是谋杀 太不愤了 他会不会 外边碰到什么事了 伯父啊 徐峰是讨厌是吗 对了 他讨厌 喂 徐峰 我不说过两天要在你的书架家木门 好 绿色好不好 好 老师 吴小哥你放在你门框上面 只成绿颜色了 你会离家吃走了 好怎么好 妈 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装看绿色的没有看什么 啊 绿色成大了 爸 嗯 爸 你多保重啊 你真没事 还是我 我能有什么事了 好 孩子长大了 这样他自己面对 那我们过两天再来 不用了妈 你老烦着我 爸又老板着脸 我没笑才惯呢 做什么呢 哎 国伯伯伯 徐峰那个臭豆腐吃太多 嘴臭啊 有事才怪 那你帮我看着他 没问题 妈 你说什么呢 好了好了 走了走了 那再见啊 拜拜 你放心点啊 好 拜拜 拜拜 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他的儿子永远可以席他们 灵魅 到你了 你不是希望我说 新的一起小猪侠大卖 喂 喂你怎么了 他们都走了 有话就说 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要装了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妥 什么 很妥啊 哎 你干嘛 你刚才跟大熊的神神秘秘的 在说什么 好心思哦 哎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喂 徐峰 诶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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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晚来帮你去 我问你会主任呢 主 主任 他 主任 他早早了 有事了吗 是谁改了我的话 我问是谁改了我的话 这 诶 主任 主任 别激动 是谁杀的 姜初贤 你告诉我 是谁杀的 主任 你不要激动 别激动 主任 主任 这事 你还是自己去问主任 去问主任的 始 estud的说法 怎么样 走吧 点 蓝 fruits Watson cream 以及目标新建议 我就成为你有需要发生的 你不要骗我了 大宗都已经告诉我了 她走啦 上次 去吧 回去 今天不把那个王八蛋找出来 我绝对不走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用你管 明天的时候 明天 明天是你谁知道 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算了 不行 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他不堪没有出用 陈大人 你给我滚出来 陈大人 是王八蛋 你是不是陈大人 你给我出来 那是谁 老师 他们为什么要改我作品 小若霞就这样无缘无故的死亡 我们合同上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 不能改我作品 这是公司的事情 我也不能为你 那老师 这是你亲口答应我的 这样吧 陈大人 有什么话 我们明天到公司里去说 你这个伪君子 我最讨厌这种会出卖别人的人 陈大人 陈大人 我是陈飞扬 徐工不敢骂你 我敢 一个创作人作品被这样任意招踏 就等于是被当作偷光一副 吐口水 是罪罪罪大侮辱 最让人家愤怒的事 你身为创作人 你也应该明白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身为人家老师 这样对待学生 就更没有道义 卑鄙无奇 下料 那好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这是商业上的法子 你可以问他 钱 包括去英国的担保证书 甚至假期 他全都拿到了 徐峰 是不是这样 是 那合同上 既然如此 我都不欠你什么 从公司角度来讲 我们俩亲了 站住 徐峰 你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告诉他擅闯明居 进行骚扰 你给我交代清楚 别 不要 不要不要这样 你这干吗 你搞什么 他这样对你 可他是我老师啊 你脑袋也没装什么 他又帮你当学生吗 不许走 徐峰 徐峰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看 这就是你所谓的老师 你到时都要维护的老师 还痛吗 还痛吗 如果是伤可痛 对不起啊 如果是心痛 是你自己的错 我错就错到没打晕你 固执 就是忠道也要看对象啊 那个陈大任 我给你 老师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个指挥画画的小角色 你拿他出去有用吗 像你们那样发疯 就算有性短 其实一切都看我自己 如果我够强的话 小猪虾也强 我完蛋的话 他也跟着我看 看来 你都可以面对吗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还担心什么 感情啊 你跟张慧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可以接受吗 以前是可以 我现在不一样 为什么 以前我觉得他很烦 不过 最近他都没有理我 我又觉得他很重要 很见吧 是啊 这人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 帮你 帮我 对啊 我帮你呢 我就可以忘记自己的烦恼 从现在开始 我要帮你了 你们what 我要睡了 我问你啊 今天是你生日 为什么从早开始 你的愁眉不展 没有啊 你想太多了 你到底有什么烦恼 我总觉得飞扬 又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告诉我嘛 要我帮你吧 你烦不烦啊 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想帮谁啊 那就有难同当了 我们都是需要有帮助的人 互相帮助不好吗 开玩笑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样 起码我知道 现实生活不是连环图 剧情也归照着我们的意愿去走 没有人知道下一格会怎么样 对于未来 谁不能做主 我不像你那么天真 那么无聊 谁说未来不能住宅啊 最起码还有天长地久啊 什么天长地久啊 天长地久就是天长地久了 那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那其他的事物呢 其他事物呢 就靠人去住宅了 你有没有听到 听到 楼上那个白莉娜 她每天晚上都会听那个音乐 来寄托她对感情的执着 很多年都没变呢 你是说那个脾气古怪的包住话 其实她人挺好的 你们都不了解 你该不会暗恋她吧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早上五十年呢 说不定我不爱上她 五十年 你是说等那个男人等了五十年啊 过了今年十二月就五十一年 哇 来 想想去看一下 干嘛 喂 你做了伤心 到门口等我 我一定要帮你开门 下 你怎么进来的啊 我没告诉你 这个门不会锁吗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就不用这样爬了 谁让你那么着急啊 我没说就跑 你很难睡 我没说一声 听明白吗 我没听 fact 你现在爱我 你怎么停地 就会发生什么呀 我经营给你 常听人家说 心态主宰着一个人的一切 包括她的年龄 我不知道眼前的白小姐 到底是一个苍苍的老夫人 还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少女 我实在是分不清楚 天哪 是时光倒流还是看旧电影 轰轰烈烈了爱了一场 爱了五十年 好浪漫 不知道五十年以后 如果有人偷看我的话 我会在干嘛 总之 未来的五十年里 你一定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爱情 今天是你过生日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吧 好 我祝你呢 在未来的五十年里面 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事业有长 明天的事谁知道 谢谢你 陪我过了一天的生日 谢谢什么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嘛 那我对陈飞扬同学呢 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你又不知道我的愿望 今天早上我还看见有一个人在这里抛了一颗珠子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学院了 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要把自己的烦恼抛掉 你还说只看到一点点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看到这么一点嘛 那后来我这里就飘走了 飘去哪 飘去医院 我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很无聊 就经常会胡思乱想 有一次呢 我就在想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西医呢 它是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铲除 可往往有些时候会把好的都一并去掉 中医就不一样啊 它是让你好的那方面更加强壮 可以跟不好的去抗衡 这样好与不好就可以和谐共存得到平衡 这就和我们的苦恼一样 其实他们是甩不掉的 只有你积极勇敢的去面对 就不存在好与不好 你以为把珠子扔掉就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吗 其实不用那么刻意啊 有烦恼的人生才是完整的 你是在鼓励我还是在勉励你自己啊 彼此彼此吧 你不知道我的珠子有多不完美 喂 难道被我不信言重吗 对不起啊 可是你 不要问 知道 就算我再怎么问你都不会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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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床了 别睡了 哎 我们今天吃什么 哎 我走了啊 你还可以吃十三小 还有日日月月就拜托你了 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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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怎么会 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找人带笔 让小猪虾死吧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协议可是你早就签过的 是 我是签了协议 可是要别清楚楚的写着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不得甚至修改我的作品 对 可是我想你没有理解整个协议的内容 你看明白了吧 我不明白 出版社不是好好的吗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出卖我的作品呢 这是出版社的高层机密 没必要告诉你 你身为出版社的职工 又签了协议 你遵守就是了 太过分了 你们不仅出卖了作品 你们还欺骗了读者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器 不就是一个动画人物而已吗 什么小猪侠 什么石兵卫 这不都是一样吗 关键是要挣到钱 那才是最主要的 徐凤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我看你还是回去给老板赔个不是 回来好好工作 你别跟我说什么公司的政策 你别在那时候鬼话来闷我 那你是想停侦卦了 当然了 好 这天归山的每一句话 都深深的刺痛苦 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伤害了我 我绝不能允许我的学生超过我 我更不能允许我学生的作品取代我 这就是我的真话 你满意了吧 老师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人 我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你太天真的是不是 我明白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教堂 成大任先生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跟我断绝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公事公办了 我谢你们三天之内把小猪侠的创作权还给我 不然的话 法庭上见吧 你 什么 关脸啊 没关系 画师有的是 徐先生 就这个条文来说 全都是以出版社的利益出发的 而且存在着太多漏洞 有很多灰色地带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整个协议里面 都是以不影响出版社的利益为前提的 他们可以随时采取合法制行动 这一点对你非常不利 徐先生 已经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了 我想你是一个成年人 更何况 你已经领取了这份协议上提到的现金和担保书 但也就证明了 你是在自愿和明白的前提条件下 签署了这份协议 就是拿到了法院 法官也会根据这份证明来采取 以我的专业知识来说 你基本上是赎定的 从这一刻开始 我的世界开始变得天旋地转 我失去了方向 除了伤心和愤怒 我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 大熊已经跟我说了你的事情了 虽然你现在跟出版社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振事业的熊峰 只要你有才华 我相信你的新书肯定比小朱夏还好 徐丰你不要这样了 你出版社也回不去了 下个月收入怎么办 你是可以天天来这吃 可以哈 可以可以可以 那张慧怎么办 他在英国和西北风啊 徐飞怎么办 好了别再说了 你去让别人卖了我 还不如自己卖了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我 很久都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还好吗 现在对于我来说 什么都不重要 我想你回来 可以陪着我 这样我就踏实多了 之前给你打电话总是打不通 我就告诉自己 你在回来的飞机上 可能下一刻 你就会在门口出现 就会在门口出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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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他们大了有大量 那小子最近失业生意 其实不知道自己连爱情都失忆了 怎么就让他刺激他 没想到你也看了这篇报道 我跟你们讲 这个杂志是畅销全世界的 要看到的机会最少击沉 哎 哎 富翔啊 你认识这个照片上那个叫什么 赖洪涛的吗 谁不认识他 就是那个搞乱货币 让几个国家的经济都搞垮的大坏蛋 是他呀 名声臭得很 哎 你知不知道啊 杂志咱们写得很清楚 人家一年居比慈善机关的钱呢 数以亿计啊 坏事做得太多 想记点应得罢了 什么都强 连人家女朋友都强 贱 哎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人呢 你怎么让人要这么强的 不是商会主动的 怎么可能 男的那么老 徐峰给他强多了 人家一点都不老 今年才三十八岁 男人到这个年龄啊 最有魅力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哎 我说老板 你到底是帮外人 还是帮自己人呢 我谁都没有帮 这种感情的事情啊 外人是很难插手的 那我们也不能秀手旁观啊 张慧真是的 一会儿闹人自杀 一会儿又跟那男的搞得不清不楚 飞扬 你说 你们女人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举 变得这么快 我又不是她 我怎么知道 不行 我得告诉徐峰 哎 不可以啊 我们不跟她讲她就不知道了 这种事情瞒得住的 哎 你现在告诉她是想帮她还是害她啊 我 我怎么可能害她 你什么意思啊 她被最尊敬的老师出卖 又被爱情背叛 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样 是啊 的确是人间悲剧啊 那什么时候告诉她嘛 至少不是现在啊 哎 你们两位 千万不要让徐峰知道这件事情啊 不要这样子啦 我们大家想想办法让徐峰开心点啊 嗯 嗯 嗯 嘿 嘿 嘿 我们去乡个李拉吃饭 你自己去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 走啦一起去 哎人疯不烦呐 怎么哭了 你也再有什么用 连饭也不吃 人家关心你也要被骂 我又不是故意的 别哭了 走了走了走了 别人去吃饭 走 ded 去 去 别人 发一剧 您 差一万 ire 是